還是八年了 真的 玩久了 每次都要重新生存還是怎樣的 我真的 也累了吧 如果你是說 我當時剛認識蔡札那時候 如果拍原味生存影片的話 我覺得應該會真的很多人喜歡看 因為當時就已經流行鐵巨人塔 然後安德塔那些 其實很早很早很早期 我就已經有在做了 只是電腦太爛 見不出什麼東西 就很可惜啊 而且 我其實真的年紀 年紀在 Amigo那一群也算 不小 覺得我對PVP或什麼東西來講 開始變得很爛了 好 下一題 想請問繁星大大之前和其他人一起玩你挖我才 出現的怪叔叔能畫成LINE的貼圖販售嗎 我覺得那個超級可愛 如果有出的話我一定支持 我跟你說 我會出 因為其實那時候 在喵他做影片之前 他就是跟我講說 你快速設個貼圖一定有他的市場 然後他影片出完之後 底下留言是說想要貼圖之類的 會啦會出啦 只是 但是 剛剛講的啊 這陣子真的很忙 所以 再 等一下吧 達到十萬訂閱第一件事情想做什麼 欸 達到 對啊 達到十萬第一件事情 其實沒有欸 我也沒有想PO文還是說什麼祝賀的 因為 我覺得我 太慢拿到 我覺得我自己 太 太不爭氣嗎 因為其實 當時 身邊的人 陸續都拿到十萬 阿 我就是 感覺我起步比較慢 我覺得 覺得自己太不爭氣嗎 那時候拿到十萬的感想是這個啦 就覺得 自己也好沒用喔 然後 下一題是 你是如何認識紅石口袋的成員 這個其實要 講真的很久很久之前 我還在憂鬱症的時候 我是認識 紅石口袋一個叫四月的 現在叫做糊塗啦 四月當時是因為 一個 一位叫麻將的 他那時候打ARAM 然後就是 我忘記我們當時是怎麼 湊合在一起 就是 一起組隊 不是 一起就是在 一個語音裡面聊天 那當時知道他是 紅石口袋之後 然後又是 在 一個 伺服器叫呼吸冷空氣的伺服器玩 然後裡面認識到哈記 那就是畫圖送給哈記之後 他就轉PO在紅石口袋 然後紅石口袋的 所有人 就知道我這個人 因為當時我的本專也有 五六千 在很早期 很早期 本專五六千幾一定很多 所以那時候 紅石口袋一大堆人認識我 也是因為這樣子 對啊 所以 認識紅石口袋最主要是 靠哈記 哈記 那時候PO了一張我畫圖 送給他的圖 大家都 認識到我 這樣子 安安喔 我姓安 兔宅子 下一題 兔宅子裡面 對誰印象最深刻 可以很多個 印象最深刻嗎 欸 我沒有講到的 不要傷心不要難過 印象最深刻的就是 小魚 有幾個啦 小魚 M 凱蘭 陳 秀 這幾個 因為秀的名字 好我先講一下 小魚是因為 當時我玩新入谷的時候 都會來 然後其實 很早期 他們全都是英文ID 後來就是 水里幫我做了一個 那個 那個程式就是 可以把 ID 套上中文 因為他的魚 木製旁的魚 太像小偷的偷 我們每次都叫他小偷 結果他那時候很難過 他之後就是 不開這個玩笑了 MM的話 M跟凱蘭 一個是乾媽 一隻乾爹 他們都是抖很大筆的 當時讓我真的是很害怕 再來是 陳跟雨 也是都是早期 在那個 新入谷的嘛 最後是那個秀 秀是 當時我記得 我最快是看ID 直接認出人的兔宰子 對阿 對阿 應該就是這樣子了吧 我怎麼看到有人在編輯我的文章 是誰阿 Joco 嚇死我了 下一題 為什麼要從四凡星改名為凡星阿 稍微有點懷念以前的叫法 嗯 我跟你講 我以前的YT 本來是要叫凡星星 可是我沒有看到他是用名跟姓 所以是變成星凡星 而不是四凡星 凡星我有好 凡星你好我有畫你的生日圖嗎 你可以丟到那個粉磚 我可以看到 沒有幹嘛 我突然看到有個文字突然有在跳 我嚇到 所以我以前的 YT是叫星凡星 不是四凡星喔 如果有聽到的話 再來下一題 在做實況或繪圖時 有沒有什麼挫折或是有趣的事情 挫折有趣的事情 每天都在發生阿 其實 有趣的事情全都是在精華裡面阿 就是大家玩的開心阿 那至於挫折就是 可能覺得 我每次都會想一些新的系列影片 就只是觀看就是沒有預期的好 所以我覺得挫折是這個啦 因為 畢竟 不是每個人的口味都 都喜歡阿 有些可能只是 因為 不是因為遊戲好 而是為了我才來看影片的 這樣子 也辛苦那些為了我來看影片的啦 那下一題 對於巧凡這兩個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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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麼想法嗎 有阿 應該是凡巧不是巧凡阿 那下一題 下一題這個人問了三個問題 繁星是從哪裡知道麥塊的 繁星是從哪裡認識巧克力的 我 通法 這個是不是豆腐 我沒猜錯對不對 我沒記錯了吧 這是豆腐吧 我每次都記得 我想說這應該不是土匪阿 我記得我記得我記得 好啦剛剛講的 繁星是從哪裡知道麥塊的 繁星是從哪裡認識巧克力的 繁星為什麼這麼帥 呃 我不覺得我帥 只是我長得可以看而已 那像前面幾個問題 應該就不用講了啦 對啊 欸是空空喔 白痴喔 我還是講錯了 哇 至少我沒叫他頭髮 因為每次都叫他頭髮 他好像也很不爽 那下一題 現在是專職實況還是兼職其他職業呢 我現在是專職實況了 兩年前還是兼職啦 現在專職了 下一題 如何認識其他實況主的 就是你玩遊戲玩久了之後 其實如果 比如說像玩麥塊好了 那 今天可能就是我在玩魔獸世界 可能就是有其他實況主已經關台了 想說host別人 或是看看還有誰在開魔獸世界的時候 自然而然會點到其他人頻道啊 那可能就是 就是 私下可能大家彼此 彼此知道對方 只是彼此 排面上不認識這樣子啊 結果可能就是突然聊個天就說 欸?你竟然來找我之類的就這樣聊起來了 就這樣認識的 可能是這樣子啦 這樣可能就是你可以到 也不好說話 因為有些台其實就其實 不會跟陌生人玩遊戲啊 什麼之類的 就是看緣分啊 好 下一題 什麼時候會出衣服周邊商品 這個是角落企鵝的問答 其實衣服 衣服這個東西 其實暑假場就想出了 主要是因為有size問題 你要我去 去 做 S X XL 幾個 幾個size過去 你知道那箱子要超大嗎 零多就是 跟鬼鬼那樣子一樣吧 就是找廠商 感謝 零 雲嗎 感謝 919元 沒有就是 可能就是要請廠商 就是統計說 他想要什麼尺寸 然後再印再送這樣子 不然 直接一批全部都是S的過來 這樣我其實整理比較方便 懂嗎 不然你可能今天S全部賣完了 SL賣不完 然後就一直要囤在那邊 也很累 其實我很早以前就想出衣服了啦 下一題 如果時間能倒轉 你最想改變的一件事情 就回到 剛認識魚乾菜喳那時候吧 人的話我就是換一部電腦 然後剪影片 這樣子 可能我現在 就不會在這邊跟你們講話啦 可能我現在就也是 做夢啦 可能就 我也幾十萬訂閱 這樣子 做夢做夢 反正就是 可以的話 我真的是會回到那時候 然後換一台電腦 開始剪片 做夢 下一題 之後還會出 Amigo的周邊嗎 真的超可愛的 其實 Amigo的東西 就是 關於 遇到大家 人設版權的問題 就 只要出那個周邊 都會討論到 錢這個東西 因為 像 關於 上次 貼紙吧 我那時候先忘記先問好 所以我來不及 就是討論錢 就是 送他們貼紙 那想說 補償嘛 就是 出了Amigo的貼圖 然後 就是 讓 錢的方面我來出 就是 貼圖的費用 就是 我支出嘛 然後做這次 Amigo二週年的 商品 對啊 所以如果是Amigo周邊的話 就是要 大家都討論好 這樣子 而且Amigo那個周邊 也只是 很欠扁的臉 白痴喔 下一題是喵哈問的 剛剛晚餐吃了什麼 你知道我還怕亂吃東西嗎 我是有先偷看到這一題題目 然後 就選擇我剛剛 謹慎吃了什麼 我吃了飯 滷蛋 滷肉 青江菜 跟貝殼 沒了 下一題 如果不會騎腳踏車怎麼辦 騎摩托車啊 沒有啦 不會騎腳踏車不會怎樣 因為 你不會騎腳踏車 不代表你不會騎摩托車 就貝殼啊 蛤蟆啦 然後下一題 會搞與觀眾互動的活動嗎 以前是蠻長的啦 當時就是玩畫拆還是什麼 都會有線上活動 但是 就現在 其實 真的 沒啥時間 所以 而且我現在做席也很奇怪啊 其實剛剛 應該可以睡到半夜一兩點了 如果半夜兩點開個線上畫拆 那些錯過的人 又覺得很難過 對啊 就是 之後還會啦 感謝祝福喔 還有 一半耶 對 幹 對啊 我就記得他們是同一個人啊 你們在那邊 欸我猴糖吃完了 糟了 下一題 繁星畫畫是自學嗎 對 我都是自學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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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一定也可以 加油 然後下一題 繁星能不能頻繁一點出麥塊的影片 呃 啊 啊